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MAG大叔 那緊接著就來到永和區仁愛路上新開的麵家二卷永和店 那這間店在高雄好像是非常受歡迎的牛麵店 然後這邊就有很多的介紹 時尚玩家愛玩客美麗影台灣熱情採訪 然後可以看到人非常的多 昨天我有撲空過一次 昨天來下午大概四點多他們就已經都賣光了 門牌上寫著是仁愛路60號 如果有口誤再更正 可以看到人超多的 這邊寫著麵家二卷 這邊就是菜單,但是要問看不曉得要等多久 內用一位嗎? 先幫我畫單紙,畫完單紙 請問內用一位要等嗎?還是要? 要 先幫我畫單紙 然後再按照號碼來交號 好,OK 好 那這是全部的Menu 那剛剛老闆講說如果外帶的話會比較快 這是下面的 那我看用外帶的 那這邊也有些小菜 可以參考一下 好,那用餐具對一對拍一下 蠻多人的 我覺得剛剛那個光 那邊的光不清楚 這邊再重拍一次 不過有風 然後 它有分 牛肉麵分這四種 然後下面是A加B 然後尖角好像也不錯 好 不好意思 那我現在外帶這兩個一顏獨享 然後我還要一個 尖角第一個 尖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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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 洋蔥牛好了 洋蔥牛啊 對 它 一份十二顆 一份十二顆 那會不會太多 六顆六顆 加起來 十二顆 六顆六顆 好 先生貴姓 王 王先生 先跟你結帳 好 那這樣多少 297 297 好像 297 297 好 剛剛好 那只好我帶回家開箱,這樣人太多了 那最近好像常這樣,買的時候就變成是開箱了 這個是外帶的麵夾二卷,這邊是尖角 那這個就是麵夾二卷的尖角,老實說還蠻漂亮的 好,現在就吃吃看 好,煎得很漂亮 好,現在吃吃看 那我吃到這個是牛肉的喔 嗯,還不錯 蠻清淡的 好,要淋上醬油才比較有風味 吃起來像普通的水餃 好,然後上面這邊皮稍微硬一點 好,但是它外觀上是很漂亮的喔 好,那我覺得分數是85分 因為我不是很餓啦,所以我就吃一個 好,再請Anso吃吃看 這皮稍微有一點硬啦 但是這個內餡跟這個外觀都不錯喔 你先吃一個看看 是不是感覺跟我一樣,皮稍微硬一點 對,然後內餡比較清淡 比較好吃 好吃喔 這個叫煎餃喔 你硬是正常喔 嗯 好,ok 好,再來是他們的牛肉麵 那我是選一人獨享餐 然後他們蠻特別的部分就是那個 麵條很粗獷 這個是牛肉的部分 欸 連在一起 我現在吃吃看 應該蠻厲害的喔 嗯 牛肉的味道感覺有點像要燉的味道 嗯 它湯頭跟那個 我之前吃過的一個中立 新名牛肉麵的味道蠻像的 它是有中藥材的味道跟 紅燒的味道在裡面 口味不錯啦 然後牛肉就是切薄片的 簡單講就是從畫面上可以看到 它是就是有點類似片狀的 好,湯頭的味道不錯 難怪這麼受歡迎啦 剛剛那排隊排得有夠誇張 它有著微微的辣度 大概是小辣左右 可能小孩的話 比較不能吃喔 因為有點辣 然後這個就是它的麵 它的麵就是粗獷型的 有點像是那種 我之前有吃過一個叫做三合一牛肉麵的 麵喔 好像叫什麼皮帶麵嗎 還是很寬很寬的麵 好,現在吃吃看 把那個麵有一個特殊的名稱阿 然後就是蠻寬的 嗯,麵條也蠻Q彈的 感覺這湯頭裡面應該也喝得到一些洋蔥 有洋蔥燉煮的味道 但是老實說 因為昨天晚上那麼晚我才吃麵 所以現在我只不太餓啦 吃一點就可以了 我還不是很有胃口 哈哈 分數我覺得是90分 還不錯啦 至少感覺 湯頭不會很死鹹阿 口味不錯 甘甜甘甜的 好,那大致上就是這樣阿 因為外帶 所以就稍微可能比較沒那麼美觀阿 然後再加開箱的話 然後環境也沒有那麼優美阿 好,都還不錯 可以吃吃看 尤其他現在這個 非常的受歡迎 可以去吃吃看 好,那各位來就祝你用餐愉快 掰掰